新北市第三家荧光咖啡馆长照站 在林口热闹开幕了 地点就在世大运选手村的社会住宅的一楼 咖啡馆内还规划了附建健身场域 开幕初期三个月还有特别的优惠 就是要让市民看得到找得到也用得好 还要脚弱不痛这样子 你要口速啊 来扫山咖啡的附赛 这样好 现在就可以先暂停一下 让咖啡粉跟水 还充分的混在一起 第一次手冲咖啡 侯友宜的手冲咖啡出体验 献给了林口荧光咖啡馆 这里是新北市第三家荧光咖啡馆长照站 长辈来这里不但可以喝咖啡 还能顾身体 长照族群整合 机家固能服务 物理职能治疗 健康促进课程 补静还有机力健身 其实对我们的长辈们照顾者跟被照顾者 有一个反习服务的空间 这是我们高科技的防跌的产品 防跌的大方式跌倒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样的模式训练长辈 以及停屋长辈 跌倒的风险 它是用人机在看的啊 它是用这种量的转移 它现在在挑那个珠珠 红色的都可以固定在圆寸里面 对 这里有职能物理治疗师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也会安排丰富的职能活动 陪伴银法族体能训练 好来 我们先右脚往上踢 很好 轻轻的放下来 慢一点 换左脚 会不会觉得太重 好来 慢慢的放下来 它辅助一些科技 可以让看一个眼方就能够知道你的平衡感 防它跌倒 这些科技技材都是从国外进口 而且是最新的科技技材 因为服务科技技材 再加上专业的老师的指导 让自己的知道哪一个部分的肌肉 是在衰弱的 可以提早预防 让我们长者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喝咖啡 聊是非 长辈来这里可以享受美好的下午茶时光 开幕三个月 还有超值的优惠 咖啡 烟火 胖 不要来啦 剩下来啦 一股五十了 第一股五十了 可以吗 可以 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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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第一股五十了 第二股五十了 第二股五十了 有来职能资讯你要收多少 有咨询六十五优惠 有咨询六十五优惠要收多少 五十五十了 二十五十了 新北市预计四年打造十六家长照站 结合资源整合作为家庭照顾者以及被照顾者喘息的据点 是在地社区轻盈交易的好所在 也是长者休闲顾健康的第二个家 记者沈志勇领口采访报道 まだ两股五十了 行业的首件